我们现在要用另外一种例子来证明这个关系 这个R就是漏电的电阻 这个是这个系统的电容 这两个就是一个是真空的电容率 一个是导体的电导系统就是conductivity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电阶值 在这个电阶值里面 我们把两个电极 当然电极都是用导体做的 这个电极带了正QF的电荷 这个电极带负QF的电荷 那么这个QF都是分布在导体的表面上 因为这两个是导体 所以它们都是等位体 这整个导体的电位相等 它的表面电位也相等 这个也是一样 好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封闭面 把这个电极全部包在里头 那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说这个系统它的电阻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电荷从这一极 跑到负极去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这个两个极 会有一个电位差 或者叫做电压 电压我们用V来表示 那么从这个导体流到这个导体的电流 我们就是用I来表示 那么它的电阻是这个 而电荣就是这两个电极 所带的自由电荷的绝对值 被这个电压来除 这是电荣的定义 好现在我们就把R跟C 两个相乘 那把这个字带进去 这个字带进去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V跟V约掉 它就变成QF over I 那Q呢 按照这个Electric Displacement 高斯定律 DVector.DA 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从这个Closed Surface里头 钻出来的总通量 要等于这个封闭面里面 所包围住的自由电荷 的净值 Free Charge 就是Net Free Charge 当然因为QF全部在电极上面 因此被这个面全部包住 其他没有QF了 所以这QF呢 就等于这个 好 这Potential Difference 我们可以 Potential Difference 不是不是不是 电流 电流呢 就是 从这个面里头 流出来的Current Density 这个是Current Density Dot DA的积分 就是从这个 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Current Density Dot DA 因为Current Density 就是单位面积 有多少安培 那么它现在Dot DA呢 J.DA就是一个 小面积基数里面 钻出来的电流了 那积分其整个 Closed Surface 就是从这个 Closed Surface里面 钻出来的总电流 当然这个电流呢 从这里钻出来 它一定从这个面里头 完全钻进去了 那么这个 钻出来的总电流 就是这个值 那这两个 都是对这个S来做 封闭面的积分 因此 这积分是同一个封闭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 同一个封闭面了 那我们 现在把D Electric Displacement 换成Electric Field 它就等于Epsilon E J利用这个欧姆定律 它是等于Sigma C 就是电导系数 乘上Electric E 刚刚说这个积分 都是同一个积分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个值 比方这个值的话 E也是同一个E D A也是同一个D A 积分也是同一个积分 因此 它就等于Epsilon Over Sigma C 所以我们证明了 那么一个系统 它的漏电电阻 乘上它的capacitance 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很有用 这个以后我们很有用 那这个电阻 跟我们一般 那个电阻 意义上稍微不一样 它是在什么 在一个界电子里面 界电子本来是绝缘体 可是它参有一些 导体的杂质在里面 所以它会有一些conductivity 但是这个很小 那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是要把这个电机 用这个绝缘体 把它隔绝以后 这个电荷都不动 保持原来的值 但是因为有杂质的关系 它会有电流漏过来 这个时候 它所具有的电阻 叫做R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我们在欧姆定律里面的 在这个R 现在我们看一个东西 叫做碳电阻气 carbon resistor 它的物理特性 carbon resistor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两个基板 当中这一块 就是电阶值 像现在我们用的是石墨 可是它会有一点导电 就是说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pool conductor 一个相当不良的导体 它的conductivity是sigma c 然后我们在这两端 两个基板 接一个电压的时候 它会有电流过来 这个当中会有电流密度 这个当中也会有电长 我们现在假定 两个基板间的距离是l 那么铝 这是铝片 它的构造通常都是铝片 夹着石墨 那铝片的conductivity 是3.5乘10的七次方 on meter的导数 石墨 它的conductivity 是这个 你看它这个 跟它就差了三个order 所以这个算是两导体 这个就可以算是一种 pool conductor 那么空气呢 就是这个四周 这个边边四周 所接触的空气 那它的conductivity 更小了 那现在 由于空气的导电率 就是它的conductivity 非常低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基板 加上电压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电流 它仅仅只会从石墨里头经过 它不会从外面过来 不会从外面过来 也就是说 它外面没有什么电场 假如你这里没有石墨 这个也是空气的话 那么这个两个基板之间的电场 我们马马虎虎算它是 均匀电场 但是旁边就会有一些弯曲的电场 就是旁边会有电场 但是如果是石墨的话 就是说这是一个 pool conductor的话 那么我们等等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地方不会有电流 没有电流的 没有 这个地方 就是说 外面不会有电流 外面不会有电流 那因此这个里头的电流 它就 不会有这种 发现分量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两件事 两块铝板 它的电机保持等电位 就是这个电位 整个电位是等电位 底下这个基板也是等电位 因为铝的电导率 它的conductivity远大于碳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两导体有电流 要流到pool conductor的话 那么这个电流一定跟这个表面垂直 垂直 也就表示说 这个电场 在这两个地方的电场 是跟铝板垂直 这里当然是往下的 这个就是从基板出来 这是进入基板的 那么在空气石墨的界面 就是这个周围 这个旁边的周围 这个界面 电流密度平行于界面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空气不是导体 空气电流密度的发现分量 是零 就是说这个电流密度 跟这个电流密度 我们从电流密度的连续关系 就知道 两个界值 如果要有电流密度的话 它一定是电流密度的 发现分量相连续 发现分量就是normal component 这个发现分量跟这个发现分量 要相连续 可是外面因为是空气 不可能有电流 也就没有电流密度 因此外面的JN等于零 因此里面的JN也等于零 里面的JN等于零 就表示说 这个里头 我们就拿靠近这个来讲 它的current density 不会有normal component 因为连续条件说 它不会有normal component 因此这个电流密度 一定是发现分量 都是这个分量 所以这个里面的电流 电流密度 一定也是跟两个基板垂直的 那这个跟基板垂直 这就是跟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你不要看成这个界面 是跟这个界面平行 电场在界面的切线方向 那么因为current density是平行的 电场也就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电场跟current density 都是跟这两个基板要垂直 这个我们是从电流密度的特性来看的 现在我们看 如果具有这种特性的话 你看这个上面的电场都是这样子 从上面往下 上面往下 上面往下 电流密度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说这个时候 它就有divergent 1 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石墨的里头 你随便做一个closed surface 就是做一个封闭面 那这个电力线 或者说它的flux 一定是进来多少 出去就多少 因为它是从这里往下 它不会从这个封闭面里 有这个钻出来的镜子 或者是钻进去的镜子 一定是穿进多少 穿出也就多少 所以divergent 1就等于0 而divergent 1根据高斯定律 它就等于rho over epsilon 0 所以这个里头divergent 1等于0 那当然curl 1就是0了 curl 1也是一样 因为电场都是这个方向 curl 1不等于0 就表示这个电场 会有这个温旋的这种方向 它现在不会有 所以curl 1等于0 divergent 1等于0 会有这两个现象 那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可以看成 这个里头的电场 它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因为通通是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它方向是从较高的电位 这个电机 指向较低电位的电机 所以这个电场 是一个均匀的 好 我们再看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如果没有石墨 我们刚刚讲 没有石墨的话 那它这个电场 里头是这个样子 里头有一部分是均匀的 但是靠边边这个地方 会有弯曲的 对不对 会有一些弯曲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电容器 它的这个电场 在边缘会有严重的 这个边缘效应 所以它的电场 因此也就不是均匀 严格说一下 就不是均匀 但是我们 为了要使得 这个地方的电场 均匀起见 所以我们就插入一个 石墨 我们刚刚分析 它是均匀 为什么它会均匀呢 这原因就是 这个电流 从基板 传到石墨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有一层界面 有一层界面 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会有 自由电荷的堆积 并不是说 它自由电荷 进去多少 就一定出来多少 它会堆积到 某一定的程度 然后就不堆积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电流密度 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基板的时候 也会在这里产生一些 自由电荷 就是表面电荷 表面自由电荷的堆积 它堆积到什么时候 就不堆积了呢 就是 当这里头稳定以后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场 这个地方的电场 分布得很均匀的时候 你起初不是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的电场 没有理由是均匀的 它刚刚电流 刚刚进来 但是那个时间很短 那个是站态的 等到它堆积到一定的时间 到稳态了 这里堆积了一定的表面 自由电荷 这里也有表面自由电荷 于是这个时候 它就使得这个地方的电场 产生均匀的电场 这就是一个石墨 石墨电阻器的一个特性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 一个例子 这里 比较粗的这个线 是代表一个平面 这只是一个截面而已 一个平面的金属板 金属板 我们算它的面积是A好了 当中就有两层的界电值 这个界电值不是纯的界电值 它会有一点导电 上面一层的导电系数 是Sigma C1 这个是Sigma C2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基板的接在这个电压上面 假定就是后是T1 这个后T2的话 接到这个电压上面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问 这个系统的电阻是什么 Resistance是什么 那你现在要 怎么求 Resistance呢 Resistance的 做法 我们有 如果你知道这个材料的结构 材料的结构 我们有 电阻 是等于 电阻是跟它的面积 就跟它的长度成正比 跟它的面积成反比 不过你这个时候要 要知道它的Sigma 就知道它的 还有就是跟它的导电 系数有关系 跟这个Sigma 或者跟Row有关系 不过这个我们 现在 这个是纯粹用它的 这个材料来算 另外就是用 欧姆定律 R R就等于 R 我们可以用这个 V over I 如果你算出这个电流 你又知道它的电压 那就可以算电阻 可以算这个电阻 那现在我们就看看 在这种状况 我们已经知道电压了 能不能算出这个当中的电流呢 能不能算出电流 因为这个所谓的E1 J1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V 我们说这个时候 V跟什么有关系呢 假定这个电压是E1 这个电压是E2 它都是跟这个导体表面垂直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讲 从量导体到不量导体的时候 就是量导体的表面 它的电压 一定是跟这个垂直 就是说你可以从 不管你是从这个 高斯定律 还是从这个 Current Density 这个地方来看 Current Density 这是量导体 这个不量导体 那Current Density 从这里出来 一定跟这个垂直 它跟表面垂直 它也一定跟表面垂直 因为这两个是 根据欧姆定律 它是线性的关系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从这个接电子到这里 这个从接电子到这里 所以 它一定是跟这个表面垂直 它也跟表面垂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在介质1的电压 就从这里到这里的电压 它是E1.DL DL1 加上第二个介质的 E2.DL2 那E1.E2 因为它都是常数了 这里都均匀的嘛 这个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因为E1跟DL同方向 E2也是同方向 所以它就变成E1.DL E2.DL1提出来 那E1提出来 DL积分就是T1 E2提出来 DL积分 DL2积分就是T2 所以Potential difference 或者是它的Voltage 就等于这个值 Voltage等于这个值的话 那我们再从电流密度的连续条件 得到 因为它是跟这个垂直 所以它的normal component就是J1 就等于J2 J1就等于J2 因为这是连续的 我们再把欧姆定律带进去 J1是等于Sigma1E1 J2等于Sigma2E2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那现在我们就从Equation A 跟Equation B 我们解 解出E1跟E2来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解 这个连续方程是很简单 各位可以自己解一解看看 E1是等于这个值 E2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表面电荷密度 就是这个 从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关系就是 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的连续条件 就是D2N-D1N 比如说这两个界面 这个界面跟这个界面 D2就是指 电流往这边流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导体 E就是这个导体 D1就是这个导体 这两个要等于SigmaF 这个SigmaF就是存在这个表面的SigmaF 这个是连续条件 我们导过了 从这个连续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SigmaF 在上面这个表面呢 我刚刚说了 第二个导体是这个导体 第一个导体 第一个导体是这个导体 因为电流往这边流 从第一个导体到第二个导体 那它就变成 Epsilon1E1 就是这个 那么导体里面的电场等于0 所以Displacement也是0 所以SigmaF在上一层 这个界面的 就是刚刚我们解出来的 E1乘上Epsilon1 那么介绍2的呢 介绍2就是这个 我们还是导体这个导体 那现在变成 这个是第一个导体 这个是第二个导体 因为电流是这样子流的 那么第二个导体 D等于0 因为E等于0 第一个导体的E2 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上面求出来的E2 因此我们把E2带到这里来 这个就变成SigmaF 这是下一层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有两个界面 它的自由电和密度不相等 自由电和密度不相等 如果这里头只有一个导体的话 不是 只有一种界电子的话 那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是相等 它因为这两个界电子不同 所以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不同 那因此我们把这两个界面的 自由电和表面电和 加起来一定不等于0 因为这两个不等于0 就跟一般说你只有一种界电子的话 这个上面的自由电荷 跟这个上面的自由电荷 大小是相等的 符号相反 所以它的总电量还是0 总表面电荷是0 但是这个总表面电荷不是0 可是我们看它还有这个界面 第一个界子跟第二个界子的界面 我们开始带这个 现在D2是这个 D1是这个 所以这个Y2E2 减掉Y1E1 要等于这个中间的SigmaF 那就把前面那个E1 这个乘E2 减掉E1 就是这个字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大小不相等 但是 加起来 它的表面 自由电荷密度加起来 不会是0 可是 你把这三个全部加起来 这个 加这个 加这个 它等于0 就是上面的结果 这个不等于这个 可是 我们说这三个全部加起来 等于0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好 现在我们假设 基板的面积是A 那系统的电阻 根据欧姆定语 等于V of I I就是 电流 电流等于Current Density Density乘上面积 因为Current Density 它是一个均匀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写 如果不均匀的话 要用基分 那么 J A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看成是 V 就是你这个 J A J A Current Density 刚刚我们说 J A 等于J A J A 从它的 Normal Component 是连续的关系之道 所以J A 就是这个字 J A 等于J A 所以也可以学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 这个 连续条件 J A 等于J A J A 又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来 将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这里有一分一突了 这里有一分一突了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 知道V 等于E1 T1 然后这个地方的E2 就用这个带 Sigma2分之Sigma1 乘E1乘T2 可以把E1 提出来 那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E1带进去 我们前面 这里 我们现在用这个好了 R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 这个E1 我们就从这个式子 把E1换成 V 乘上Sigma C2 over这个字 那么带进去 我们得出来 它的 电阻 是等于这个电阻 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把这个 分数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 分五 分之这个 你可以把 Sigma C2 约掉 基本上Sigma Sigma A 分之T1 然后加上这个 分之这个 这个约掉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上层介质的 电阻 这个是下层 介质的电阻 为什么 因为 结构均匀 的电阻器 它的电阻 跟它的长度 成真比 这里就是 厚度成真比 跟它的面积 成反比 跟这个有关 你可以写成 Raw C1 Raw C2 乘这个 那么写这个 就是在分母 以上的结果 显示 这个系统的 总电阻 是上下两个电阻 的串联电阻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例题 某个系统 的接地 就是说我们 通常实验室里面 你的这个 仪器 都是有接地 对不对 接地的一端 通常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导体球 埋在一个什么 埋在一个 到底就 与到底就接触的 泥土 就是这个泥土 这个半径 就是说这个泥土 它的这个 电导率 是 Ipsal Ipsal E2 我们看 它用个半径 为A的理想导体 与土地接触 区域2 就是区域2 是一层 直接与导体 接触的泥土 直接跟它 接触的泥土 它的半径是 B 电导率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Sigma C2 这写错了 C2 其他部分的土地 区域 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 其他就是 无限大的一个 D 无限大的 地下 电导率是Sigma C1 C1 应该是C 假设有电流 I 从导体球 流向 地下 就是说 你这个 一起开开了 再运作了 某一个时刻 有电流 I 通到这个导体球上去 那这个导体球的 电流呢 就从这个 地方 流出去 所以它流进来的电流 是I 流出去的电流 要在这半个球面里 都流出去 现在我们要求 导体球 就是导体球 与土地之间的 电阻是多少 它从这个流出去 那这一段的电 这个电阻是什么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分析 我们要求电阻 我们还是从这个 欧姆定律来看 你要如果知道 它的电压 从这里 这里算是 我们无穷远的地方 电压算是零 通常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V 这就是电压 要被什么来处呢 被这个 电流来处 好 那你要求电压 一定要知道 它的电厂 对不对 用电厂的积分嘛 要电流的话呢 知道电流 你要知道 它的current density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第二区 这一区 电流密度跟电厂 分别求出来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这里到这里 先求这个区域 我们知道 现在电流 从两导体 流到poor conductor 这个跟这个都是poor conductor 那我们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电流密度一定跟这个表面要垂直 跟这个表面要垂直 所以它的电流密度是什么方向呢 是R univector的方向 R univector的方向 所以J2 就等于电流 被这半个球面来处 一个球面是4πr平方 半个球面就是2πr平方 你有了J以后 E2就是等于 J2 over sigma2 是欧姆定律 那你这个乘一个 Sigma C2就好了 那现在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到区域1 这两个 两个之间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导体 conductivity 要比这个又要好了 比这个又要好 那么当然你从这里 进来的current density 是圆半径的方向 你到了这里以后 current density normal direction normal component要连续 所以这个J2 也是跟这个表面垂直的 所以J1 就等于 等于这个 I over 2π 你在这里 你也可以 同样 随便做一个半径 为R的 一个半径 也是这个字 当然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R不一样 那E1 就等于 J1 over sigma1 等于这个字 那现在我们 知道J1 over J2 知道E1 over E2 我们就可以求电流 跟电压 电压等于什么呢 电厂 DOTDL 从 这个表面 就是 R等于A的地方 到R到 无重远的地方 我们一直都用正的 很多书上喜欢用负的 如果你用负的话 这两个 要颠倒 它从R到A 我们用正的比较方便 从A到无重大 因为 A到无重大 有两个区域 不同的界电值 不同的 电导系数 所以我们 电 它的 电厂也不一样 所以呢 A到B 就是E2 B到无限远 用E1 然后把前面 求出来的这个 E1 E2 带进去 七分 它就变成这个字 这个 这个字 积分出来是这个 这个字 积分出来 就是这个 V等于这个字 于是 地 球 跟地面之间的电阻 就等于V over I 我们可以把这I 提出来 I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字 变成这个字 电阻就求出来了 这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它要我们用 Rc 对于 Epsilon Z Over Sigma C 这个关系 来求 这两个 求两种传输线 分别求两种传输线 它单位长度的电阻R 单位长度的电阻R 第一种就是什么呢 内半径为R1 外半径为R2 的同轴电缆线 这个同轴电缆线 就是说这个当中是导体 圆柱导体 这一层也是圆柱导体 它是这个有颜色的这个 灰阶的这个 它是界电值 它的电容率是Epsilon 第二种 就是平行的电缆线 两条线的半径都相同 都是A 相距低远 这个我们以前求过它的电容 我们先看这个A部分 那现在要求什么 单位长度的电阻 单位长度的电阻 你可以求整个电阻 整个电阻就是什么呢 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电阻 被这个电流 漏电的电流来处 或者我们求它的电压 电压就是 变成V了 我们先求 先求再者 因为它现在 除了R之外 我们要把C求出来 电容求出来 先把电容求出来 要求电容的话 我们就是求电容 我们以前做过很多这个例子 它从基本电影来看 电容就是等于什么 QF over V QF over V 这个极板 跟这极 跟这个极上面所带的 电量的绝对值 被电压来除 就是 应该是这个电极的 电面 应该是说 这个电极跟这个电极 它带的自由电荷 应该是 大小相同 符号相反 我们用它的绝对值 被电压来除了 对不对 被电压来除 你可以假定它的 电荷 可是你要求它的 电压 求电压就一定要有电厂 但是这个 这个电厂 如果这是真空地带 或者没有界电值的 只是空气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电厂的高斯定律 但是因为它现在有界电值 有界电值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 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高斯定律 我们就用这个高斯定律 在距离走 Rho 远之处 这个Rho 是介于Rho A跟Rho B之间 这个写错 应该 这个是Rho 1 Rho 2 这应该Rho 1跟Rho 2之间 Rho 1跟Rho 2之间 做一个圆柱壳 然后带到这个柿子里头去 因为这个我们做过了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值 因为这个面上面的Electric Displacement 处处相等 是个常数 它乘上这个Rho就是这个面积 Rho乘上H 比如说我们取H长的 那就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上面的单位长度的电荷 单位长度带有多少电荷 也乘上H 就变成这个值 两边把H约到就是这个值 然后再用E等于 就是D等于Epsilon 1 我们可以把电荷求出来 电荷求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内外到底的电位差 电位差就是这个 因为E E这个时候是圆柱半径的方向 DL我们也去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同方向 同方向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常数 2 по H0分之1 前数提出来 Lemna放在里头 DLemna D Rodrigue 然后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值 Potential difference就出来了 Current Density 不是 capacitance 它应该是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laminar over V 这个写错了 laminar over V 本来应该是Q over V 但现在我们这用单位长度的时候 那这个C就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用Q的话 它就是电容 用laminar它就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这laminar over V 我写错了 那就等于这个字 就等于这个V出过来 其他的搬过去 capacitance就是这个字 然后把这个 这个求出来了 带到这个里头去 因为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现在你把CEO求出来了 那R马上就知道 你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是 变成这个 C求出来了 带进来 就是这个字 这个就是利用这个来求 电阻了 这个电阻就是电缆线 用来做绝缘材料的材料 它单位长度的漏电电阻 Likage resistance 用这个球 很简单 第二个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这种问题 两条半径都比A的平行 电阻线 相距是低远 低比A大很多的时候 单位长度的电容 是这个值 我们这个是 以前是用什么做 影像电荷做出来 影像电荷的方法做出来 我们现在就直接用它好了 因为C知道了 所以你就直接去R就好了 就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带进来就是这个值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这个例题很长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